近日,The Seafirm接受了Vivers Magazine采访 成员中村一夜公开了它成为KB无相的旅程 中村一夜表示,第一次听到Blypink的音乐时就爱上了KPOP 尤其是Bumbaya MV让我惊讶 这个全新的世界是什么 中村一夜还分享了他在参加Blypink的演唱会时受到启发 当亲眼看到Blypink的表演时,印象深刻 并感动得泪流满面 到那时为止,看过很多芭蕾表演 但Blypink的表演很酷,与芭蕾完全不同 那时就想,我也要上台 像Blypink成员一样,很酷,很有魅力 这让我觉得,我想和他们一样 不是可爱的女孩形象,而是一个酷女人 当被问及她的视镜时 中村一夜透露,出了芭蕾 他还提交了仿男少年团Dynamite的舞蹈封面视频 中村一夜特别提到了仿男少年团的主舞,致敏 说他被致敏的舞蹈惊呆了 Dynamite中有一段舞蹈休息时间真的很酷 我想尝试一下 看的时候觉得,致敏的舞蹈特别美 看到有人能很好的平衡古典舞和Kpop编舞 我印象深刻 这就是让我对表演真正感兴趣的原因 爱的寒舍 每日记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